国术大赛 正式开始 下一组出场的是陈如风 对战的是金刚 如风 别紧张 打出你自己的节奏 比赛 开始 打出你自己的节奏 我宣布本场比赛获胜的是陈如风 打到 最后那一招太帅气了 下面出场的是马宁儿 对五十林 我宣布比赛 开始 开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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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如风 获胜 我宣布 马尼尔获胜 陈如风获胜 这一局 马尼尔获胜 这一局 陈如风胜出 马尼尔获胜 马上就到了我们国术大赛重中之重的总决赛 下面有请陈如风 马尼尔 请双锋上场 不上 加油 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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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给妳冒冒 不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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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不小心 没事 骂宁儿 营地也不容易 我们回去吧 来 安静 安静 我宣布国术大赛的第一名是 骂宁儿 骂宁儿 好了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 还有一个事情要宣布 我正式邀请马宁儿先生 担任我们国术馆的 武术总教练 你们谁是马宁儿啊 我就是 我们大日本空手道高手河内京 正式向你发出挑战 你就是河内京 你 我 决斗 我不会随便接受别人的挑战的 我看各位还是请回吧 你 你得 洛府 喂 你说什么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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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欺人太甚了你们 谁说马宁儿怕你们的 马教练 这帮日本人都欺负到我们国术馆头上来了 你不会害怕输给他们以后 就毁了你国术冠军的名声吧 马教练 这个人荣辱和民族大义相比哪个更重要啊 我觉得男人大丈夫 宁可战死擂台 也不能苟且偷生 对不对 好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好 擂台见 朋友们 来宁们 记者朋友们 万众瞩目的日本空手道高手 何内金 挑战国术馆总教练 全国国术大赛第一名 马宁儿的比赛 现在正式开始 想要去做的 你让他做的 你让他做的 小伯爷 他让他做的 就是一切 快 他找他 他就有了 你让他把他做的 你让他做的 他把他做的 你让他做的 你 是 我虽然说 不太喜欢马宁儿的为人 但这毕竟是中国人 和日本人的比赛 虽然看来这河内经不怎么样 但却是招招致命啊 条一 你怎么看 我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进去 怎么可以用硬碰硬的方法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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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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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送他去医院 好 来 快 大家看看 这个马宁二 被日本人打成了什么样了 这简直是丢我们中部人的脸 丢我们国术馆的脸 我在这儿宣布 从今往后 马宁二跟国术馆 断绝一切关系 飘逸 今天的比赛你一定要赢啊 飘逸啊 一定会赢的 飘逸 你先走 我们能应付你 它也不干 颤 sz 聊 vi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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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刘会长啊 您跟朱飘逸不是一起的吗 您怎么早早就到了 他到现在还没来 他不会是因为窃战 故意拖延比赛时间吧 我丑话说在前头啊 他要是迟到的话 那可算输 飘逸怎么会窃战 他一定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 你放心 他不会迟到的 好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我说个事啊 本场比赛是由朱飘逸先生 主动发挑战给日本河内晶先生的 可是他本人现在还没到 咱们凡事得讲个规矩 讲规矩就得按规矩办 离比赛开始还不到一分钟 如果他迟到 如果他迟到 将会算输 我现在开始倒计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等等 我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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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朱师傅已经到了 那我宣布 比赛开始 我宣布 是 大大大大 乖乖乖 飞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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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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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局比赛 主票一会上 好 好 快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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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宁儿 你来了 对 你没有想到吧 什么事情 我想来杀你的 杀我 为什么 因为我最讨厌别人利用我 第一次 你们利用我 来敲诈大河沙场和螺石药野的股份 第二次 你们利用我的失败 来达他宣传空手道的目的 这些都是你的主意 所以我要你付出代价 你杀得了我吗 现在 我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 有什么区别 年轻人 你太天真了 你 去吧 啊 你呀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们 他活不了多久了 把他扔出去 和内 加强巡逻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已经不行了 你们把他拖出去吧 是 宁儿 来 天啊 天啊 霓儿 霓儿 一起一起 霓儿 飘姨 是我 我来晚了 你没来我 你没有 这都是我的报应 我曾经非常地恨你 但我现在 最恨的人 是我自己 我害了那么多的人 不要说这些 我 无缘 我 原了 我 � ты 嘖 走 快点让银腿 好 快点 走 走 啊 陈明 看住他 我去卉卉助飘逸 回来再收拾他 柳英春呢 你别动啊 朱飘逸 我曾经说过 我们做不了朋友 就是敌人 我也曾经说过 是朋友是敌人 选择在你 不在我 本来你比马宁儿 还要固执 那么你死的 会比他更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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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论云本 根本故 而枝叶如 裴起根 而枝叶自貌 根本故 原流润 被其充实 如长江之流水 逃逃不去 取之不尽 用之不拔 有来源 有去源 自然会尽大无穷 顺随自 产生物与惊人的计计效 走 公勤 我知道你出身于目落军人家庭 你口口声声地说 是为了什么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 其实你们这种人 挑起国家矛盾 不惜发动战争 无非是借机重拾你们所谓的军人荣耀罢 可为了这一己虚弱 你们还要害多少人 我告诉你 我们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既然你们承认 我们中国是你们的老师 那你们就应当懂得如何尊敬你们的老师 朱飘已 我承认 是我说了 你别出声啊 飘已 飘已 别过来 我打死了啊 走 别过来 小明 你冷静点 不要乱来啊 都别过来啊 走 别过来 再过来我打死了 别过来 都别动 别过来啊 别过来 别过来啊 飘已 别过来 你再过来 再过来我打死他 我现在 我现在要打死他 打死他 刘已 宪夕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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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姨 表姨 此地不宜久留 乳丰 快离开这儿 走 表姨 先走吧 走 好 我们回去再说 快走 走吧 走 走 去看看 这样就不行了 这已经是我打倒的第四个了 看来中国武术 他也让我失望了 什么东西 却是画拳袖腿 我已经替了暗示三家武馆 没有一个人能打败我 没想到你们杀害国书馆 这么让我失望 你 你是馆长吗 来 和我打 如果你输了 让我来当馆长 我要把你像筷子一样折断 干吗 馆长 让我们上吧 不 他既然提到我 我就必须上 你们别拦着我 我来 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 我来解决就好了 这位兄弟 你是 刘馆长 等我教训教训这小子之后 再自我介绍吧 这位兄弟 武术是用来强身健体的 不是用来打架斗殴的 我这叫先礼后兵 如果说你再不知好歹的话 那我就要动手了 你们中国人话真多 打到你后再说 别说 真的要承接你 打架 的 还可以 把你承开 那是 拿来的 把你承开 然后把我承拖 再拿来 你承开 因为你承开 你说你来 把你承开 ,你承开 我承开 加油 好 你是什么人 我就在跟他打呢 在下朱飘逸 我管你是谁 我刚刚差点打败他了 现在你上来了 算了 你来吧 飘逸 小心啊 嗯 什么人 来 来 哈哈 别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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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什么人敢闯太极门 小子 我们的目标是猪飘翼 快让开 好狗不打到 怎么 你不敢跟我打呀 少废话 上 如风 哥 朱飘翼 你还真在这儿 给我上 这位就是 太极门的掌门陈清泉吧 我等来此只为朱飘翼 还望您能尽早交出朱飘翼 不然 我可不敢保证 我的弟兄们 会做出什么事来 而等公然在太极门做完 实在是过分 赶紧给我退出太极门 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不交出朱飘翼 我们怎么舍得离开呢 再说了 我还要领教太极门的厉害呢 我还要领教太极门吗 我还要领教太极门 但我还要领教太极门 所以准备此事 当兵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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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氏太极 果然名不虚传 今天我不跟你计较 不过 我们还会见面的 后会有期 走 队长 队长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 没事 没想到台积门竟有 如此高的高手 看来不能强攻了 队长都不抵他 那我们以后可以怎么办呢 看来我们现在只能回去 搬救兵了 急什么 再想办法 走 下场对阵的事 是 许东 和朱飘逸 许师傅 谢谢上次的赐脚 请 朱师傅赐脚 你 走 本场获胜的是 太极门主飘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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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场比武是 李不明和马尼尔 昔尔 最后获胜的是 马宁儿 好 好 来人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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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场 张晓然对战 师哥 你太厉害了 累不累啊 不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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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武林大会决赛 即将开始 对阵双方是 朱飘逸和马宁儿 请两位登场 师哥 小心点 放心 我会赢 谢谢 宁儿 承让了 希望你全力以赴 不要藏实力 你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那就好 再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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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赵哥 以后不要再练营爪功了 营爪功 能吞噬人的良知 让人变得阴险 本届武林大赛的冠军得主是 朱飘逸 太好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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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你没事吧 没关系 你在我心里面是最棒的 师父 我赢了 我看到了 朱飘 你是我们太监门的骄傲 师父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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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气还不小呢 你 如风 没事吧 六管长 你们武馆不是人才技技吗 我花这么多钱养个武馆 不是要你们丢人现眼的 大帅请息怒 馆长和这位兄台 只不过是礼让罢了 本身就是切磋武功 不过在下对中国功夫 倒是很失望 没想到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 谁说中国功夫不堪一击 你是谁 在下朱飘逸 口气不小 你练的是什么功夫 太极拳 太极拳 就是被我打倒的这位兄弟 使用的功夫 他是我师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明天可以再来 到时候 我再陪你过几招 不知道崔师傅 可否赏脸 如果还是这种水平的话 我想 就不用浪费我的时间了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难道崔师傅你害怕了 哼 笑话 我何时怕过 好 明日我定来赴约 希望你不会让我太失望 听说昨天的陈师傅 和你的太极拳 都出自陈家沟太极门 今天希望你能好好 证明你的实力 否则 我会对所有 练中国功夫的人 都产生怀疑 什么东西 至于怎么耀武扬威的吗 少安勿躁 城外与否就敢飘逸的了 承让 今天飘逸 为什么打得这么散乱 飘逸今天不主动出招 而是看着崔正金出招后 迅速地做出反击 也不便应万别 这样 反而崔正金无从判断 也就无从下手了 原来如此 不认识 你 我败了 任凭你处置 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 你走吧 主票翼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就开始吧 上笔墓 无语 你现在上去阻止 也无济于事 可我不能让他冒生命危险啊 有的时候男人就是为了争一口气 先教我 他也不会有事的 怎么 主票翼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你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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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你躲得及时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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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头杖的 左表姨 你从哪里去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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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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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哥 K 你受伤了 没事 张大帅 你的人好像不行了 你看是不是休息一下 给他疗伤啊 作为习武之人应当有武道精神 既然签了生死状 我看就得遵守 大帅 我看还是算了 我们练武之人应当仁慈宽容 我已经废了他的武功 如果再夺他性命 未免有失武德 朱师傅 难得你有这样的觉悟 那好 听你的 谢大帅 朕咋睡 救我呀 废 真给我丢脸 来人 把他给我抬下去 朱师傅 朱师傅 真是好样的 这一次啊 你可是为了你们陈氏太极争了光了 是啊 朱师傅 我爹要是知道这事儿肯定为你高兴 朱师傅 朱师傅 难得你年纪轻轻 既有这样的武学造诣 可真算是我们中华武学的骄傲 佩服 佩服 谢大帅 不过 不是我武功超群 而是太极拳本身博大精深 我所发挥的只是他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对了 今天晚上把宴席摆上 让大家一起高兴高兴 乐呵乐呵 好 你们先下去 是 队长 你 我 我已经成了废人了 马宁儿是个王八蛋 千万不要去找马宁儿 你 不是他的对手 队长 你好好养伤 你 马宁儿 你给我出来 马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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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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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断 你不是说杀了朱飘逸就来杀我吗 你怎么会败给朱飘逸啊 你知道我为了这一天 我会上了多长时间吗 门领儿 我知道你从往回来报仇的 但是没想到会是今天 要杀我就动手吧 既然你这么喜欢死 我就来满足你 我现在就把你交给我的鹰爪供 全部还给你